好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網路上有兩座的鴨皮 是高雄二代世界很出名的 優勒設施 天轉地轉 哪像是古中路 有這個幼客 卡在十八站老闆館的破空中 民眾說看到卡尾超冷 二代世界是不會說 沒有啦 設備沒有古中 是因為當時準風很大 瞬間的風速 每個休息四十公里 所以設備開動到安全的機制 才會減停運作 優勒設施 停在九十多的狀態 都不停當 這個幼客截圖在半空中 這是高雄二代優勒世界的天轉地轉 看到民眾有協助這個外面 人說這感是古中 現場要兩三的工廠人員在下處理 看起來有狀況 這個天轉地轉的設施 有十八站老闆 慢慢的加速翻來翻去 很刺激 非常緊張 希望不要卡住 這個剛開始會很緊張 就是就想說 只要會不會自己卡住 但是 但是就轉轉完一圈之後 就覺得還好 其實當下如果瞬間震風過高的話 其實我們安全機制就會起動 其實我們在平地上 其實是感受不到的 那我們當天測出來的最高震風 大概每小時在四十公里左右 游路設施真的出問題 不論說這是五歲 這項游路設施分作商品 裡面 第一次游客截好之後 記起的客棟停在上面 但另外一邊游客截好之後才會開始洗 同時這次游客 中車跟路車 最順暢的方便 每小時有四十公里 所以說客棟安全機制 就怕說安全設施 比當中說是故中 讓游客客到 反正趕緊出面八歲 說是適合人五次了 哈囉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